吃完北館再去南館看看 你知道嗎 相較於北館市場的傳統商店街氣風 南館市場在1980年改建後 號稱宜蘭第一棟五層樓的百貨公司 如今南館市場 活路的區域只剩下一樓和地下室 但是還有五樓你一定要去看看 為什麼呢 上去就知道囉 你看是不是很特別呢 在南館市場頂樓竟然有一間 學宜蘭唯一以祝聖娘娘為主神的南星廟 南星廟早在1812年就已經建廟 歷史超過兩百年 廟年百餘年的歷史匾額 就是最好的證明 當時正是宜蘭城剛建成 本來是三座分別供奉祝聖娘娘 土地宮還有觀音的廟宇 日據時代日本人的世界改正政策 將三間合成一間 而廟年四奉的神明中 以祝聖娘娘最為靈驗 2014年廟方更請來月老一起入住 從單身千紅線到婚後求子女 都在同一個地方就能搞定囉 拜完月老當然要來推薦一些 適合男女約會的美食囉 未來有一間隱身在莊園民宿的牛排館 老闆和老闆娘堅守 5C飯店主廚的製程 以木炭來烤牛排 邊烤還得邊摔打 讓牛排外脆內嫩又多汁 尤其28盎司的巨大牛排 更是鎮喊視覺 空食又大塊的28盎司牛排 先將四個邊圍煎到金黃色 緊接著讓兩面迅速上色 北美油脂霹靂啪啦釋出 順勢將豐沛肉汁緊緊鎖住 送入烤箱慢慢熟成接下來 霸氣地將牛排丟上烤架 下頭炭火釋出熱氣與能量 師傅不斷翻面的同時 還得不斷拋摔肉塊 是牛肉軟嫩好咀嚼的小秘密 比臉還要大的牛排 搭配套餐份量堪比大胃王等級 清爽的沙拉開啟食慾 酥脆麵包濃郁燉飯墊底 緊接著切開厚實牛肉 粉紅色內裡迷人的探出頭 吃起來外酥內嫩肉汁豐沛 濃濃炭香隨著肉塊繞繞口腔 沾上牛骨醬汁口感濕潤有變化 當然還有以在地食材入菜的 牙胸外皮煎到焦脆濃烈香氣 噴發瀰漫 豐富油脂在高溫中緩緩釋出 撒上些許黑胡椒和鹽調味 放進烤箱等待熟成 再將鴨胸換入開放式烤箱 上頭高溫讓鴨皮油脂 鼻鼻鼻鼻鼻鼻鼻的熱情釋放 一分為二的厚實鴨胸 肉質軟嫩不柴鮮香又多汁 鴨皮酥脆卻不過分油膩 沾上醬汁層次更升級 還有還有特製陽溪以細火慢燉 工序反覆 肉軟爛醬香濃毫無良腥味 長出的老闆原本是台商 又挑剔的舌頭 卻沒有料理工夫 為了經營餐廳早來發廚好友 一步一步慢慢學 因為我們也有年紀了 所以我們學得慢 可是我們理解力或者是認真度 我們是師傅怎麼教 我們就是一百 師傅一百億元 一塊一塊的教 我們就一塊一塊的學習 尊照主廚SOP絕不偷懶 加上過去在世界各地品嘗美食 對於食物敏銳度的累積 讓香煎牛排館慢慢做出口碑 不過看頭部署餐廳的 還有老闆家的莊園民宿 顯眼的大紅色風車 搭配庭園小橋綠銀湖泊 還有石塊堆疊 潺潺流水倾泄 處處都有別處心裁的詩意 常年在大陸的老闆夫婦 十年前決定回台灣定居 聽見了經營民宿 這個新營的行業 恰好想給兒子一份新事業 於是將目光鎖定宜蘭 現在學以置用的很少 所以他也沒有太多的自我的想法 當然要做一行也要向一行 所以我們到時候就有朋友是飯店 在飯店工作的 就把他們到飯店裡面去實習工作 去打工 五天密集的訓練 兒子受訓學習 夫妻兩則到處走訪 發現歐式莊園風格的民宿少見 因此才敢把喜歡的歐風搬來台 加上老闆本身是土木工程背景 大膽決定自己蓋自己設計 從蓋到好到規劃整個就兩年半的時間 比一般的農舍要花大概將近一倍的時間 當然相對的你剛剛講的財力精力 都是花不止幾倍啦 所以我總體上大概花了將近一億七千萬的成本在這裡 即使已經超支仍得蓋下去 處女座的老闆娘還有不少堅持 不符合期待就砍掉重練 終於把心目中的夢幻住處一一付諸實現 兩代攜手打拼的初衷不變 在田園相近中獲得圓滿